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这一次的G20峰会的谈判 他说中美双方其实都需要 美方有选举 虽然美国两党目前都支持对中国强硬 但是商界有贸易正常进行的需求 他说民主社会里边有不同的生意 这非常的正常 而在中国方面来说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半个月当中 经济一塌糊涂 一跌再跌 外资撤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所以习近平心里就非常的焦急 就迫切的想在G20峰会当中 来见一见川普 另外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夏明星就表示说 这两个国家是不同的体制 所以不同的政治逻辑也就必然存在了 说川普先生的这个民主政治的逻辑 就是必须要给选民一个交代 这确实也是在为美国的利益在奋斗 所以有时候他就需要放下面子 他说川普总统即使输掉了选举 但并不会输掉整个国家的命运 另外他还说 但是习近平的政治逻辑就不一样了 面临他执政七年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 人们开始怀疑他的执政能力 尤其是中共党内的人士 开始怀疑他的执政能力 面对内外的忧患的危机 他的压力非常大 无论是贸易战还是朝鲜 还是包括前不久 以及最近还在蔓延的这个香港的问题 都展现出了中共政权的瘫痪和崩溃 另外陈破空先生还说 他说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提出了三点 三个新的原则点的要求 第一就是中国主权领土完整 第二就是不影响中国政治的制度 第三就是维护一中原则 这三点看来跟贸易战都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陈破空先生说 其实他提出的第一第三条都是装饰 他最最在乎的就是第二条 也就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完整 他说这个就像朝鲜的金教王朝是一样的 好 接下来再来看自由亚洲电台说 习近平父辈受敌 难脱卖国贼的帽子 来看一下这篇文章具体说什么呢 文章说中美贸易战的日本回合情况有些类似 说这个习近平联俄联朝联衣 试图呢 以他个人的外交来对抗川普 当然他也企图利用川普 基于达成协议的心理 再一次的忽悠川普一把 但是习近平现在已经是父辈受敌了 内外交换 很难用这个联俄联朝联伊朗 这三张牌来击败川普 文章还说习近平的父辈受敌 不仅仅是国际跟中国国内的父辈受敌 而且呢 是内部进退两难的父辈受敌 看来这个主要的这个压力 还是在中共的内部 文章说习近平也知道 这个联俄联朝联伊朗的这个臭旗 不一定能够管用 所以呢 迟迟不敢和川普来见这个面 甚至电话都不敢打 那么他也知道见面之后 如果不妥协 川普啊就不得不加大关税的力度 导致中国的经济崩溃 否则这川普就没有办法 向美国国内的民众和两党来进行交代 另外文章也说呢 经济崩溃的罪魁祸首 这顶帽子只能落在了习近平的头上 那么届时 中国国内各种形势各种力量 形成的这个政变 就合情合理了 另外文章还说呢 习近平啊估计 这样下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就像香港的反中运动一样 一旦这个精英阶层跟民众达成了一致的话 你就没法去反抗了 文章还说如果见面之后啊 又回到了曾经反悔的这个协议 那么川普呢肯定是愿意接受的 但是中共内部促成反悔的强大 事内必然不会放过习近平 文章说呢 已经在舆论上渲染多事的辛丑条约 以及卖国贼的这点帽子 也就扎扎实实的 落在了习近平和他那帮人马的头上 文章说 而中国的政治呢 它不是民主的政治 这个官场的倾向就决定了一切 所以打倒习近平就合情合理合法了 文章最后还说呀 现在唯一的出路恐怕就是习近平辞职 换人改弦更张 也许呢 中国能够躲过此一劫 好 接下来依然是自由亚洲电台当中的一篇文章说 中国人应该向香港人学习 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这篇文章 文章说 这次香港两百多万人包括学生和市民 抗议香港特区政府 试图强行的来修一个不讲道理的送中条例 那么这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啊 就迫使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不得不宣布该条例暂停啊 无限期的暂停 这显然 任何知道中国政治和香港关系的人都非常清楚 无论当初强行在立法会来提交 该项修例 还是现在突然的宣布停止暂停修例 这些都不可能是林郑月娥她自己的主张 她只不过呢 是中共政府的一个代理人而已 因此香港的市民的胜利 不仅仅是对林郑月娥的胜利 更准确的来说是对中共政权和中国政府的胜利 文昌说就在这一次的抗议活动前不久 香港市民刚刚举行了每年一度的烛光晚会 来悼念北京啊 那场六四血腥镇压当中的受害者 那场被坦克和机关枪镇压下去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已经过去30周年了 至今已经被中国官方从这个传媒 从一系列的讯息当中完全的抹去了 与之相比呢 香港市民反抗中共暴政的胜利 似乎来得太快了 似乎也出乎了很多观察家的意料 文章说不可否认 与30年前相比中国执政者的构成 以及香港的特殊国际地位 还有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等等 这些因素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有一点绝对不应该被人们忽略 那就是香港人的勇敢和坚持 绝对是这场胜利不可替代的关键因素 文章说香港人的勇敢 虽然他们在与国家暴力进行抗争的过程当中 曾经也有过失败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失败而屈服而放弃 在2003年的时候 50万香港人的抗议 曾经就迫使北京和香港政府撤回了 旨在钳制思想自由和实施政治迫害的23条立法 而2012年的时候 香港的家长和学生们又共同的抵制了香港政府在学校 强行的推制这个所谓的重共的洗脑的国民教育的企图 香港市民这次反送中的胜利 也不是由于北京政府的恩赐 而是由于香港人自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对极权政治的抵触 从来也就没有放弃过对自由和法治的捍卫 文章说呢 与香港人相比啊 被剥夺了更多基本政治权利的中国大陆民众的处境 那是要差得多得多 文章说毫无疑问 中国政府的对待啊 在对待这个不同政见人的时候啊 他们的这种同情者啊 以及这种支持他们的人 他们通常是用一种非常残暴的手段来进行镇压 以及全方位的来控制他们的舆论等等 那么这些因素呢 也造成了大陆民众这个人权缺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而且他们长期的这个被洗脑啊 被这个中共所愚弄 也导致了这个民众啊 可能这个民主意识不是那么的强烈 文章说呢 但是人们也不应该否认 中国大陆地区有一些人 尤其是大量的知识分子的放弃和妥协 甚至为了个人的迎头小利啊 而不断的在思想上进行自我的阉割 以适应大陆的这个政治生态和环境 那么他们的这种行为呢 也都在怂恿或者说是在放任中共极权政府 对民众的侵权侵略跟压迫 所以文章说呢 而且这样的趋势啊 还在越来越放肆 文章说中国人究竟在怕什么呢 为什么中国大陆政府可以如此肆无忌惮的 来剥夺大陆公民的这种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他们居然没有得到民众的顽强的抵抗呢 作者呢 在这个当中他做了一个分析 他分析出来的结论呢 大概是这么四点 他把它总结为 他说中国大陆民众大体上有四怕 首先就是怕死 因为政府手里边握着枪杆子 子弹呢 他会杀人 其次呢 就是怕坐牢 因为进了监狱之后啊 就失去了自由 还需要啊 承受与家人分离的痛苦 第三呢 就是害怕失去这个生活的来源 而中国政府的权利呢 是无处不在 他可以任意的剥夺任何人的居住权 以及工作生活的权利和自由 切断人们所有的生活的来源 甚至是生存的权利 那么第四呢 就是害怕 没有办法赚钱跟升官 无法顺着啊 中国那个社会的阶梯的梯子 往上攀爬 文章说 对于怕死怕坐牢和求生存的中国人 应该表示同情 作者说呢 也能够充分的理解 毕竟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啊 我们没有权利去要求人民为了抗争 而去牺牲掉自己的生命 失去自由 或者说失去生存的手段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值得人们去珍惜的 那我们就更应该呢 对这些啊 为了他们的这个政治权利 为了他人的政治权利 而牺牲的勇士们 应该表达某种敬佩和爱戴 但是 这个社会当中的大多数人啊 却忘却了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献出自己 年轻的生命的那些勇士 也抛弃了那些为了捍卫公民权利 而被关进监狱的英雄们 而这种忘却 恰恰是一种背叛 这种背叛 不会给这个民族带来前途 也不会给这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个体 带来政治权利的改善 文章还说呢 至于那些为了适应啊 中国那个社会 或者说中共政权之下 当前的那个野蛮的政治生态 而不惜对自己的思想 进行自我阉割的人来说 这些人实在是令人不齿 文章说呢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 中国政府不断的监控和封闭 只有不同政见的这个微信群 但是一个令人非常痛心的现象就是 不少在微信群里面被剥夺了权利的人 他不仅没有对这个政府 没有对这个政权的侵犯 来进行批判和抵制 反而呢 不断的埋怨 在群在这个群组当中 坚持自己的政见的人 要求他们呢 要满足啊 这个政府无理的要求 来进行自我的审查 文章说当然这种现象 不过是中国人向这个权力啊 暴政屈服的一种行为的一种缩影 文章说呢 只是中国人的这种自我阉割 如果不停止的话 这种极权政府的暴政 就永远的不会终结 文章还说啊 通过顽强的抗争来捍卫自己的权力 这个大陆的民众 在这一点上 应该好好的 像这一次香港人的这种举动 向香港人的这种勇敢 去进行学习 好 接下来再来看纽约时报 就说小鲜肉 与中国男性气质的变化 说中国官方媒体近日 居然把这个小鲜肉 定为了中国一个新的社会威胁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文章首先说呢 在今年四月下旬的时候 为了纪念 这个五四青年运动 一百周年 于是呢 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军报 就评选出了 中国千禧一代的一些青年代表 那么除了畅销书的作家呀 还有建筑历史学家呀 科普视频的制作人之外呀 这个当中还选出了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包括了就是被很多粉丝 追捧的小鲜肉 采徐坤 那么这名二十多岁的流行歌手呢 他有着很多的粉丝 他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个帖子 居然引来了这个浏览次数是八亿多次 非常高 文章说小鲜肉看上去无害 却遭到了炮轰 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就抨击娘炮文化 是一种病态 这篇文章呢 发表于去年九月的评论当中 这个文章就写道啊 这种文化的流行正在给社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另外新京炮将这个蔡徐坤放在了其五四青年代表的名单当中的做法 也显然促使了中共当局的一些单位啊 就是这个共青团公布自己的年轻偶像人物的名单 当中呢 就包括爱国的运动员科学家呀 这些人就被称之为是共产主义青年精神的真正体现 看来还是这个党的意识决定了一切 文章还说呢 政府对不断变化的男性气质的抨击 也引发了这个明星粉丝们的强烈不满 他们的辩护者在网上发文发帖 明确的表示自己的偏好不只是一种年轻人的反文化潮流 从本质上来看呢 他接受一种更加现代的不是那么死板的男性气质 代表着传统男儿气质观的不满 另外中国的官方对传统男性气质的这个推动呢 还包括在一些学校开设一些专门的所谓的男孩俱乐部啊 这个课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中国官方担心啊 这个几十年下来的这个独生子女的政策 会使得这个男孩当中造就了一代胆怯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青年群体 那么他们呢 无法去履行自己应该在社会当中去承担的一些责任 但是文章又说了 在中国的现实生活当中 不论是谁 你就能够在无处不在的这个街头的广告啊 这个海报啊 各种电视媒体当中啊 谁最能够代表当今中国官方媒体路线当中的这个男性主义的形象呢 毫无疑问 就是你在中国的街头巷尾能够看到的习近平的海报 习近平的面孔 看来中国官方就是要告诉这个中国的年轻人 就应该像啊 这位男士似的才能够代表中国男性的形象和气质 这个文章当中还说啊 这个文化朝人跟女权主义者似乎都认为 性别表达完全是个人的选择 这和官方媒体的这个论调就背道而斥了 后者认为啊 传统的男性气概就是国家实力的基石 而就在国家的未来而言呢 那么这个中国当前呢 男性气概在这个小鲜肉啊 娘炮啊 这种文化的背景之下 形成了一种新的危机 所以官方媒体觉得这个不好 这个不是个好事 文章说去年这个中共啊 一个主要的委员会的微信账号上就发了一篇文章 说呢 在中国为这个边境存在的核危机 说本来就是朝鲜嘛 是吧 朝核危机 以及来自太平洋对面的贸易争端 就是中美贸易争端 这个困扰之际 说这个国家不想看到他们的男儿们 还在叫着要补装 要补装啊 不补装不能出去见人 所以文章说呢 过去几周 警察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充斥着敦促这个国人 要不断的来升级在贸易战面前要爷们儿点啊 要更像个男子汉 更像个男人 这种论调是非常的高涨 但是呢 小鲜肉的热度啊 却有增无减 所以有粉丝就打趣的说 小鲜肉受欢迎 这非但不是国力衰弱的迹象 反过来说 反倒可能是显示国力强大的一个基础 他们说年轻 现代又时尚啊 一名粉丝在他的微博上 对偶像的这个吸引力 做出了这样的总结 并且表示说呢 这就是他们所热爱的 看来中共官方啊 这种所谓的渲染 并没有打动这个年轻人 对于小鲜肉的热爱 这本来也是嘛 审美 本来就是个人有个号 对不对 好了 以上呢 就是这一时段 梁骏说事的全部内容 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时段的梁骏说事 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atmingjinnews 连书 facebook.com